30多年前 智利女孩莎拉带着刚出生4天的儿子去医院 院方说要帮宝宝燕雪做检查 有个女人就把宝宝抱走之后 却再也没有回来 莎拉把整家医院翻遍了 都找不到她的孩子 跑去请警察帮忙 警察却笑着说你疯了 但莎拉痛苦只是我们今天故事的其中一半 今年38岁的格拉夫 在智利出生之后就被美国夫妇收养 但总觉得自己是不被母亲期待的孩子 让她多年来心里隐隐作痛 直到今年她找到生母才发现 原来她妈妈当年根本没有抛弃她 而是院方骗说婴儿早产已经死了 像这样母亲跟婴儿被硬生生的拆散的案例 在智利居然有成千上万个 大家好我是饭淇飞 欢迎收看饭淇飞的today看世界 这个庞大的跨国盗卖婴儿案 要从将近半个世纪前说起 1973年军事强人皮诺切 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就发动了流血政变 推翻了民选左派总统阿叶德 在她长达17年的统治期间 她残酷地打击共产主义支持者 但在皮诺切掌政时期针对消灭贫困 皮诺切有个独门秘诀 就是把贫困的人消灭 她认为弱势家庭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她用国家机器对付穷人 把他们的婴儿通通送出国 这样就不会成为自己国家的负担 而这些手段就瞄准了那些未成年 无力抚养孩子的未婚妈妈 或是家里已经有太多小孩的妇女 以及最弱势的农村及原住民家庭 有不少女性被迫签署 他们搞不清楚的文件 或是院方捏造签名 然后小朋友就被依法带走了 有些妈妈刚生下孩子 还来不及见上宝宝一面 就被院方告知小孩夭折了 很多妈妈要求死药见尸 对方却推脱说已经处理掉了 哎呀不要看了 看了你的心灵会受创 巴拉巴拉巴拉 总之就是不准他们看 在那个封闭的威权时代 就算你心里有个大问号 也不敢再进一步追查 更何况你只是个未婚怀孕的小妈妈 但院方怎么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卖英呢 背后当然是有个庞大的共犯结构 基层的医护人员 住产室社会工作者 全都参与了偷婴儿的过程 高层的法官 移民当局 甚至教会人员 则是帮忙跨海卖英 他们会向外国养父母 收取高额的费用 准父母要为每个孩子 向国际收养机构 支付6500到数万美元 不等的费用 而买主大多是 美国跟欧洲家庭 但他们也是被捏造的 出生证明文件给骗了 当年很多人认为 他们是在做好事 而且是政府对所谓的 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 跟发展研究的延伸 但皮诺切的算盘打得更惊 除了透过把孩子送去富裕国家 借此拯救他们之外 这些婴儿还能担任小小的外交官 因为1973年皮诺切政变之后 很多民主国家看不下去 就跟智利断绝关系 皮诺切就利用这种机制 来缓和或是重建 跟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 改善智利的国际形象 过去10年来 智利的记者跟刑事调查人员 发现越来越多 70跟80年代非法收养的证据 2014年智利新闻调查中心 就发表了一篇 关于强迫收养的文章 里面详细记录了牧师跟医生 所扮演的角色之后 这些夸张的行径 受到了公众的关注跟审查 接下来几年里面 几十名对自己身份认同 感到困惑的被收养者 开始主动追查他们的身世之谜 许多人验了DNA 而他们也有了个代名词 叫做沉默的孩子 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 近年有超过550名被收养者 联系上出生的家庭 而智利的司法官员则说 他们手上还有650起 非正常收养案件 很可能涉及更多的儿童 2018年3月 当局还成立了特别小组 着手调查 智利的上诉法院指出 皮诺切掌权期间 外国家庭收养大约2万名孩童 其中至少有8000名 可能是非法的 今年10月 瑞典政府在压力之下 也开始对非正常收养进行调查 利用DNA检测来帮忙找人 估计当年 有大约2100名智利孩童 被送到瑞典 单位当局则是调查 被收养的31名孩童之后 发现多项违规行为 还确定了当年的收养费用 每年150到3000美元 目前还没有办法掌握 每个中间人收到了佣金有多少 也有些志愿者或是受害者 组成的团体 帮忙寻人 创办人之一的格萨达 从小被一对荷兰夫妇收养 成长期间一直觉得沮丧孤单 直到跟生母相认 努力学西班牙语 跟她交谈之后 才终于知道 当年生母根本没有想要丢掉她 现在她成立慈善机构 协助跟她一样遭遇的人 但也不是想要追究责任 把任何人关进大牢 只想要找回家人 并且确保这样的悲剧不会重演 现在这地政府跟这些慈善机构 正在协助受害妈妈们 进行DNA测试 但BBC报道 妈妈们可能会要自己承担费用 每次成本约为100美元 相当于他们大多数人的半个月薪资 对于许多负担不起的女性来说 相认之路恐怕还很漫长 不止智利 阿根廷也有失窃的孩子 1976到1983年间 阿根廷又派军政府 对异议人士发起镇压行动 被称为肮脏战争 许多人被严刑拷打 约有3万人被消失 被拘留女性生下了孩子 就被安置在挺政府的家庭中 或者直接送出国 给外国的家庭收养 下落不明 而西班牙在独裁者佛朗哥掌权期间 也发生类似的事件 军方从监狱或修道院中 把反对派的孩子带走 之后又掳走了游击队人员的孩子 最后也发展成一个 鲁婴盗卖网 医护在产妇分娩 帮她打完镇静剂之后 暴走婴儿 但她醒来再骗说孩子死了 几十年来 究竟有多少婴儿被偷被送走 没人说得准 少则3万 多则30万 33年过去 一该时提到的女孩莎拉 如今已经是阿嬷的年纪 但她仍然没有放弃任何能够找回儿子的机会 这些鲁婴盗卖事件 都是发生在极权政体 当国家机器不是用来照顾弱势 而是用来欺压弱势的时候 受害人动不动就成千上万 我不是说民主国家就一定不会发生这种事 但发生的管道总是多一些 有可能是媒体 有可能是议员 但这些故事还是给我一个启示 不管过多久 当这个政府被推翻 真相就会冒出来 所以你如果身处极权国家 想办法把不公益的证据记录下来吧 不管是留到外国或藏在某处 或许将来会有真相打败一天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里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饭学的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但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